没有办法做笔录 就让他先在警车上休息 没有想到再去查看的时候 这名男子已经猝死在车上 巡逻远警发现前方男子 车子都起步稳立刻上前蓝茶 男子却说自己只喝一点点 但他已经醉到不像话 酒色数值一吹高得离谱 男子不但对远警口出三字经 还打算要推挤 已经要依照妨碍公务侦办 人送到分局门口 却因为烂醉没办法做笔录 只好让他在警车上休息 没想到远警上车查看 发现男子没了呼吸心跳 立刻通报119 远警加上救护队员CPR15分钟后 10点57分送到医院 还是宣告死亡 菜园有疾病史 而且有饮酒习惯 医院急救时确认呼吸道没有堵塞 但是是否喝酒过量 造成其他原因死亡 都还有但检察官相验 才能知道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当然有人可能是趁着这个廉价期间 有出门去玩 六月份是阿伯勒的盛开季节 南部下起了黄金雨 马路也仿佛铺上了黄色的替毯 不少民众把握短暂的花旗 趁着端午廉价去拍照取景 一起來看 天空下起黄金雨 一片片黄色阿伯勒花瓣 随着风飘下 画面湿情画意 阿伯勒大爆发 民众路过都喊 真的很美 非常的愉悦 心情很好 很疗愈 非常漂亮 感觉非常美好 就像黄金这样的洒落 屏东高屏西左岸堤房 就像铺了黄色地毯 民众走在花瓣上 每照一张接着一张拍 高雄市区也出现阿伯勒美景 民众骑着机车 特别来取景拍照 意境是都市风格 而台南除了也有阿伯勒 更是莲花盛开季节 白河莲花艳丽的粉红色 吸引目光 赏花季六月到八月 整个夏天都能赏莲花 天气很好 然后可以出去走走 还蛮开心 莲花开得很漂亮 我自己去白河那边看莲花 我觉得那些莲花 都很大 南部花季有金黄色阿伯勒隧道 也有莲花海 用蓝天白云当背景 让民众看了 好心情 借屏东台南组合报道 有一名网友 他去了美式卖场 买了一颗大西瓜 没有想到一刀切下去 却狂炸出水 让他傻眼直呼 这水流得有够夸张 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西瓜像是水龙头一样 不断的流出水来 剖开西瓜 还发现内部有好几处都是凹陷的 整张桌子都被湿透了 那么天文曝光之后 也掀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说 这应该是这颗西瓜是要生了吗 还有人说是羊水破了吗 但是也有专业的网友说 这个是水商的西瓜 建议要退款 那也有人留言提醒说 羽记的西瓜最好是不要卖 等五年假 也有人趁机到这个新竹的 城隍庙商圈去走一走 但是人潮当中 竟然出现了一名嚣张的女贼 一连偷了三家店 被民众逮到之后 他竟然还呛吓说 你报警啊 女贼偷东西被发现 还连连否认原警直接将女贼 上后逮捕 没想到他竟大声咆哮 新竹都城隍庙商圈 由于端午廉价 迎来许多人潮 街道上非常热闹 但在这人身顶沸的市场中 竟然出现了一名大胆的女贼 四号下午两点多 这名女贼在商圈内狂偷东西 不但偷吃糕饼 还窃取超商的饮料 以及路旁摊贩 价值两百元的呱呱乐两张 被民众发现后 态度还非常嚣张 偷窃被发现后 热心民众将他拦住 留在原地 并通报警方处理 干女对于犯行坦诚不会 本所同仁当场逮捕干女 原警到场后 将这名女贼逮捕 并在征讯后一切到罪 移送地检署偵办 记者何孟坚 王艺德新竹报道 花莲有一位民众 想说也是趁着廉价 开车上山 结果他的车轮 突然身陷泥中 无法动弹 最后他只好报警求助了 原警借来粗麻绳 花了一个多小时拖车 最后才解除危机 原警将车轮深陷 泥泥中无法动弹的吉普车 绑上粗大的麻绳 然后发动警车猛踩油门 想把吉普车拉出来 没想到车轮还是一动也不动 原警只好一直重复 踩油门 刹车 倒车的动作 希望让后车脱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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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分了近一个小时 吉普车终于被警车 从边坡上给拖了上来 结束了这场轮胎 泥泥的惊魂季 五星民众跟友人开车 上山工作时 行星三明零到三里段 约三公里处时 因为连日下雨 道路泥泥 驾驶想倒车离开时 才发现车轮已经深陷其中 而旁边就是三层都高的悬崖 车辆陷入困境 只能报警求救 远景货包到场后 一开始先试图把车拖出 对于坦立绳 拉力不够 无法有效将吉普车 顺利拉起来 坦立绳行不通 远景马上跑下山 借到出马绳后 再改用麻绳拖车 终于将车救起 好在有人名包幕的帮忙 才顺利解除这场 山区献车惊魂 记得刘吉桥 张浩花脸报道 桃园一名四岁男童 五月底确诊康复 没想到四号又突然全身瘫软 妈妈冲到派出所求救 还好最后平安午市 妈妈抱着四岁 戴着男童安全帽都来不及脱 直接冲进桃园重路派出所 召集里跑到值班台前 请值班员警帮忙 原来是他的儿子 五月底才确诊痊愈 四号在家突然双腿 瘫软无力无法站立 担心骑车去医院会耽误救治 才会向警方求援 警方一听马上决定出手相助 两名援警立即跳上警车 开启警示灯以及鸣笛 还用广播警车让让到 火速护送母子 在四分钟内抵达医院 后来发现这名男童 只是电解直施痕 没有大碍 这一次人民保姆又顺利完成了 火线救援行动 记者刘志展张浩桃园报道 高雄凤山林森跟南华路口 清晨六点多金船枪响 由于是轿车逆向撞了休旅车 而这驾驶它竟然是一名通气犯 早上六点多这辆黑色轿车逆向 行驶在凤山林森路上 这时另一辆休旅车发现时要往左偏闪避 时已经来不及 黑色轿车直接往车头撞上去 瞬间烟雾弥漫 车上驾驶 晃晃晃晃走下车来 现场零件四散 车头烂的烂 凹的凹 还有这辆红色乡型车也被波及 幸好两车驾驶都没有大碍 但货报到场处理的远景 要留下双方资料时发现有毛衣 原来教室的太新驾驶是妨害自由炸气案的通气犯 包包内也被警方找到毒品 一场车祸意外逮到通气犯查获毒品 教室驾驶被移送高雄地检侦办 记者杨事务高雄报道 根据法规台北市中校西路等五条平面道路 禁止行驶机车至今已经超过四十年了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他指出了这段时间 这个马路改变很多 现任市长柯文哲他也已经拆除了公车的专业 装用道 但如今还是禁止机车真的是相当不合理 他也拿出数据了表示 包括在北市的中校西路上近十年来 开了三万多张罚单 我也被开过 因为当初来台北不知道 骑上去马上被开罚单 所以他认为这是歧视机车族 那么对此交通局长陈学台他表示了 他说中校西路的公车班次多 大车死角也多 视线比较差 那个autobuy体型比较小 猜测当时是因为才进行机车的 不过他也坦言 距离上次检讨已经是四年前了 现在公车的路线或是交通量也许有改变 允诺将会再来检讨 另外来关注了 在台南有一名男子四月发生了车祸 送医之后却发现他脖子上 价值十二万的金链条不见了 家属问骗了整个医院 就是没有人知道这条金链的下落 最后才说疑似是有一名老人家拿走了 报警处理 调阅了监视器 根本也没有看到所谓的老人家 而现在价值十二万的金链条不翼而飞 疑似是招人在送医前就拔走了 男子车祸紧急送医 当时还有意识能和救护人员对话 脖子上的金项链清楚可见 但送进极准事后 金项链却不翼而飞 十二万多 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存钱就慢慢买这样 不见的金项链中了两两二 上面还挂有一块佛牌 市价大约十二万 但出车货送医金项链却不见了 问了医院却得到这个答案 他问了以后就是有一个老人 老人家他拿走 再麻烦警察调监视器 可是从头到尾 我们就是没有看见那位老人家到底是谁 患者受伤送医 如果身上有财物 会先由护理人员放进塑胶袋 在交友柜台保管转交给家属 但男子家属只领到一件被剪破的衣服 调域监视器也找不到医院说的那位老人 报警处理还是没有下文 是还没有发现这个金项链 有遭人失货 或者是有窃取的情形 十二万元的金项链 对男子意义重大 现在疑似遭不明陌生人拿走 让家属怒控 医院这个救人的地方 恐怕也成了窃贼的犯罪天堂 这类关张太难不动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四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八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比较小的 携带型的USB插头 这次可以喷两到四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go 好 好 好